哎 小心 好帽一带全场最帅 大家好 我是五谷一 咱们现在在宜餐的紫龟 看我身后正在采摘雪橙 咱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杯框 我一眼看到的时候 我以为橙子是直接放在这里的 其实并不是的 它还有搭配一个棍子 还在杯框上面还有一个框 这样在后面再搭配这个使用 哎呀 就是这样用的 然后面同时这个棍子呢 是可以休息的时候放在这里 刚好是好像有点害 对 就可以支撑住可以休息 咱们走吧 这个棍子的使用方法就是这样的 刚休息的时候累了 就是支撑在这里就可以鼓住一下 就可以休息 这样一宽大概有多重啊 120斤 120斤 对 哎呀 124斤 124斤 确实是这样摘的挺多的 其实柴果的路上路并不平 这个同时还可以起到当登山站的效果 你看 咱们走进果林走进来看 这真是整棵树上都挂满了橙子 这里一般是旅的负责采摘 然后旅的负责运输 你看 在这里摘 咱们看一下这个果子有多滴 就在这里就可以摘到 咱们大量今天摘橙子手术多快 你应该穿禅袖的 你买块钱你绝对会复够真的 大量摘的 把它倒过去 到外面它们背上去 来来来来来来 衣服都湿了 这个刀手上划满了刀 前面都洗了 你下午换成蚕袖 你看 很辛苦的 所以摘果林都是不容易的 你看 你看这个 看 我们今天拍的前面是红唇 红唇你们放心拍 真的 回家给老人孩子吃一下 尝一下 尝一下三峡边上的红唇 而且是献祭的 尝一下三峡边上的红唇 尝一下真的 它真不一样真的 这个口感相当好 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就包一块了 包一块给你们看一下水分 不要包这么一点 来看 可以扎子 它们都不停地吃的都是 好吃真的 如果不好吃的话 它们这当地人都是吃腻的 好重 他们走着 像我们背的这个是不容易的 现在我只背了大概是 三十多斤 然后后面身指是要往前请的 才稳蛋 才不容易掉 现在看一下 才背了这么多 就已经是很重了 对 你看才这一点点 估计才三十多斤 他们钻满的话有150多斤 对 钻满有150斤 不容易 咱们一上午跟着他们 就是摘了这一满车 咱们看一下 一上午摘了这么多 今天呢 会运回去分果 把它分成大小中果 然后后面再把坏果挑出来 然后后面再发 你看 咱们可以放新牌 如果搜到有坏果 可以联系客服包陪的 你看 一上午的成果 不容易 现在已经到中午了 先把栽好的运过去 果笼也要休息一下 无缠 无缠在跟我撒娇了 今天 狗子渴了 回去起一锅烧油 做饭吃 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一上午的生活 刚蘸完果子 现在去搞饭吃 开吧 对 开上我的大面包 不得不说大量 戴上草帽 还是有点帅的 必须的 出发了 走嘞 我们忙活了一上午 现在回到了果笼家 准备直接在果笼这里吃饭了 准备吃午饭了 看一下当地的特色菜 我绝对是特色的 这是凉拌鱼心炒 还有橙子皮 橙子皮 对 这个橙子皮 刚吃完午饭 看这里就开始包装了 就准备发货了 我们午饭已经吃完了 然后面休息了一下 我们又要继续出发去采摘果子了 如果有需要的话 咱们喜欢橙子的话 可以下一单支持一下 早点准备